青鳥行動第二天 民團持續號召民眾 回到立院外頭集結 罐裝水餅乾擺在桌上 給參與民眾自由索取 長老教會也不落人厚 切菜被料丟進鍋爐離煮 民主都加碼到2500份 還準備西瓜與香蕉 沖雞又消暑 雞頭運動一樣 就是民主賣 裡面當然怕吃的人會貴賓 絕對不能放海鮮 就怕參與民眾太熱 有熱心的課金公罵 花費大約25萬 捐贈超過50台水冷扇 直送現場 就怕天氣太過炎熱 有好心的這個課金公罵 是佔助了相當多的水冷扇 擺放到現場來 都已經是安裝好 只要按下開關 冷風就可以吹出來 來幫助民眾降溫 物資準備齊全 民眾也無懼高溫 一早現身立體 向藍白立委發出怒吼 我真的很憤怒那個 胡什麼胡昆琦 他明明是經濟犯 他在電視上談討 我聽而聽到 他說他是政治犯 我覺得一個會說謊的人 就不配玩政治 那你怎麼看黃國昌這個人 我覺得他 我先講結果 我覺得這個人的政治生涯 已經完了 國家總是要先明白 會不會覺得說藍白 就是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啦 真的喔 以前也不會這樣啊 以前民進黨過半的時候 也沒有這樣啊 貼紙投金標語 依應俱全以實機行動 聲援政院覆議案 三天新聞 今天我想看台北報導 生日 Jakarta 設計 披霍 已經 那